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 行不来得太突然了 上 暮上 看来我们猜的没错 灭舱就在附近 走 我 我 果然是奇物 可是逆天星 为何偏偏是你 你是逆天星 小少年 不能让别人知道 谁也看 就是 四灵之一 那四灵是什么 我哪知道是什么 我只知道 靠它我才能回家 我还是不太明白 你的家不是在长庆吗 跟你说实话吧 我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我也不是什么 酒楼掌柜的女儿 我以前 我以前啊 就是一个 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 除了扔铁饼 什么也不会 我每天最高兴的事情 就是喝一杯 珍珠奶茶 还有 坐每晚的公交车回家 看着窗外的树 往我身后跑 然后 然后我的胳膊就坏了 我就再也做不了铁饼运动员了 然后我就真的沦为了三无人缘 无事业 无未来 无爱情 我不是你天星 谁是 小乔 你的胳膊现在 来这儿之前 他受坏了 不过 我现在才知道 来得到这里 遇到你 花干了我所有的运气 绽海 福祖 请您一定要保佑我的妈妈 也请保佑 顾青桥 一切平安 段月 你是特意来找我的 我要出趟远门 可能要些许时日才能回来 你该不会因为我是逆天星 所以故意躲着我吧 傻瓜 我要躲着你怎么会来找你呢 我只是叮嘱一下 我不在的日子 你要好好地保重自己 我 你干嘛这么一本正经的 弄得像生死离别一样 你该不会是要做什么危险的事吧 我可不想以后再也见不到你啊 没有危险 你放心吧 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那你下次出远门的时候 记得提前跟我说 我可以给你做饺子去 饺子 上车 不对 上马的饺子 下马的面 吃饺子 派你回来谈员 没听过 是你那边的习俗 那就等你回来一起吃面吧 尝尝鲜手 好 对了 这个给你 我想还是你来保管吧 这毕竟是你最亲近的人的遗物 对你应该是极其重要的 现在 你就是对我最重要的人 最重要的东西 要交给最重要的人保管 这就是我最重要的决定 就让他 替我陪着你吧 你也是我最重要的人 相信我 即便遇见了再大的困难 我也会拼尽全力地去面对 我也希望 能够一直陪着你 不论你去哪儿 都要平平安安地回来 我在这儿 等着你 我相信 在神宫一定能找到 两全的办法 不论 我的宝贝女儿啊 你怎么还在这儿坐着呢 还不赶紧去换身衣服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满长庆都传开了 就你不知道 难道 专严要大义灭亲 他要抓我 我就知道 他是个隐喻的男孩 爹 我赶紧去收拾细软 这 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小姐 行事未来了 这么快 顾小姐 我 行事未 顾掌柜 可是有什么要事 要帮段公子传达呀 确有要事 行事未 我懂的 我明白 我理解 我不会让你难做的 看在咱们两个是好朋友的分上 能不能 让我再跟段公子见最后一面 也好 当面说个分手 公子抢我 要不再跟段公子见最后一面 特意送来了这个 终于让我等来了 聘礼 好好呀 连分手礼都准备好 快乐总是那么短暂 段玉他哪是阴玉啊 他简直是恶毒 真是想堵死我 你告诉他 就算是我郭江桥看错人了 我做杯也不会放过他的 瞧瞧 先别急 先别急啊 小水位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 没有拿出来呀 别藏着了 我都知道了 公子知道顾小姐喜欢珍珠奶茶 但于常庆并无先例可循 于是亲自摸索熬制了一个上午 特意让我送来给顾小姐姐姐酒的 并无其他 是 奶 奶 奶茶 奶茶 行师妹 辛苦你了 奶香四溢 又有茶的清香 段公子好心思啊 还在为白天的事难过啊 小姐 我 是我连累了小姐 傻丫头 你说什么傻话呢 能帮到你 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以前 是我不好 没发现你的难处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 你可不能瞒我了 嗯 哭吧 哭出来 就会好受点 小姐 其实 我又何尝不知道 家里的债早就还清了 只是 他是我爹 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有些人啊 他看着呢 或许是亲人 但其实啊 是冤家 你也不必太过伤心了 我也是念在当初我爹为我娘治病 也算是尽心尽力的份上 就当替我娘 报答一份她的恩情吧 多谢 你真是个善良的好姑娘 练得轻善 大仁大义的 不过 你也不必为了这种 不相干的人 太过伤心伤神 你应该珍惜现在 珍惜眼前人 东西知道小姐对我好 东西一定会加倍报答您的 傻姑娘 我说的又不是我 我说的是 阿达 谁啊 阿达 还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你看 这耳环多好看 阿达真有眼光 就让那些不好的事 和那个旧耳环都过去吧 戴上新耳环 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放心吧 我今天去了清凤楼 已经想到了怎么对付她 保证让她跪地求饶 少爷 那天生日快乐谢谢你 很多年的那一天 我就只有一碗面了 好了 那也算是我拍马屁成功了 咱俩的支离大比拼 就此结束好不好 好 只要你不记恨我就行 这有什么好记恨呢 我就当是生机打怪了 回头啊 我再搞个保健烤全羊 咱们庆祝一下 不过钱你出 行 我出 还有 我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里 多做一些有仪式感的事 这样啊 以后你们才会记得我 你是要去什么地方吗 快 站住 顾青墙 我看你是哪儿也去不了了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不需要了 你们回去吧 你是谁啊 走开 哎呦 戏得可以啊 哎 我刚才就想说 你们这身形套置办得真不错啊 放心啊 小爷不会让你们白忙活的 我给你们 双倍得加钱 你是谁啊 走开 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了 可以 可以可以 你们这戏真足啊 你们稍等一下啊 哎 郭清晓啊 我跟你坦白吧 他们呀 是我过来绑你的 那绑架心 我都写好送给知府了 本来我是想给你安个罪名 让你别纠缠端语 哎呀 我承认 我可能做得是有点过分了 但是 这是我最后一次找你了 你的坦诚 也挺让我敬佩的 咱俩这不也是 不打不相识吗 以后你我二人 也就是 亲兄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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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你找的那帮彩鸟 已经被行司给收拾了 现在 已经压过段伏了 那这帮人是谁啊 我说你们两个的戏眼够了没有 都 都 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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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